的部門我們都非常期待 有沒有一天 有沒有一天可以在沙灘上辦一個英雄聯盟的比賽 然後跟大家一起穿著這個海灘褲 然後上身打個赤膊 然後來做播報這樣 喔 你是說他們在太陽底下打比賽 當然都有朋友你知道嗎 你這個電腦這個玩意難道可以放在沙灘上面 不過我想你可能要找到那個贊助商 然後他捐那個已經要報廢的電腦 他可以跟你這樣玩 不然玩一天就GG了 而且你不能說那個鍵盤卡紗滑出卡紗 對啊 風一吹就全部都掰了 好 那今天我們換了一個全新的步行 然後呢是希望帶給大家一些夏日的歡樂氣氛 夏天到了大家是不是很想出去玩呢 那放暑假啦 不管是你在沙灘上玩呢 還是你在家裡看英雄聯盟都沒有關係 我們一樣看英雄聯盟一樣有這個藍天白雲 那只希望大家不要看到藍天白雲就想到Windows當機 好 那馬上來看一下Garena超級聯賽的這個戰績表 馬上來看一下戰績表 那麼今天一樣是要來進行超級聯賽的賽事 在戰績表上可以看到台北安之阿欣目前已經11勝1敗 是獨領風騷了 對 那在第二名的部分就是新加坡先鋒隊 那今天這兩場門神都會出來比賽 而且分別就是對到我們在第三名的西貢小手隊跟馬亞獵鷹隊 那比較有趣的是那今天就是 捷波獵人隊就是在旁邊吃西瓜看戲就好了 因為如果他們輸了的話就會莫名其妙的就會再一次第三名就變成獨走的局面 那當然如果西貢小手隊或馬亞獵鷹有贏的話 這就會超過就打破這個很奇怪的平衡的這個狀況 你連旁邊吃東西都帶了夏天風味 要吃西瓜還有吃個芒果冰 那我們下次就在前面放一盤芒果冰的魔險 只能放魔險然後他融化或怎麼辦 好 那就像剛才肯定是古德講的一樣 完全沒有錯 因為三隊其實是一個並列第三 但是呢集中坡獵人確實只要看戲 然後等門神如果順利擊敗西貢小手跟馬亞獵鷹 他就獨走第三名 這個有點奇怪不用出賽排名還會上升 對 就是跟棒球輸還可以丟彩帶 隔壁已經幫你贏了 隔壁幫你贏了 感覺很歡樂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晚上的兩場賽事的賽程 今次賽程晚上八點整新加坡先鋒對戰馬尼拉獵鷹 剛才提到一樣是並列第三的馬尼拉獵鷹 那今天來撞門神 截至目前為止好像撞門神能夠打破僵局的隊伍並不多 並不多其實好像就馬尼拉獵鷹一隊 成功打破過這個門神魔咒 其他人都撞不贏 那今天馬尼拉獵鷹 我覺得馬尼拉獵鷹啊 上禮拜狀況不好 這已經狀況不好兩周到現在好像不知道調回來沒有 對 而且你說不要刻意沒上場就沒有什麼興致的感覺 沒關係 再加上他最近打的戰績真的是不太好 所以我覺得可能要讓他們加油一下下 是 好 那緊接著來看一下第二場的部分 第二場的部分是西貢小手隊對象我們台北暗殺星 那西貢小手隊其實經常因為最近一直走馬換將的部分 其實對於台北暗殺星應該是會相對於之前的組會比較陌生一點點 那今天聽說又是一些讓新的隊員們上場 那我們可以看看說到底會有沒有什麼所謂新的戰術或新的打法 那我們暗殺星會不會去應對 那在等一下九點鐘的比賽就會跟大家做分享 好 那馬上來看一下第一場賽事的選手介紹 新加坡先鋒隊上馬尼拉獵鷹 新加坡先鋒選手介紹 哎呀 看到新加坡先鋒關緊閉的邱尼登場 好 那他緊閉了兩周是不是 那個因為在之前跟台北暗殺星的比賽裡面 因為他throw game就是他說 這個豆腐你怎麼了 豆腐你怎麼了 他從日本回來這邊 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這煞氣的豆腐你這樣我覺得有一點 我覺得有點不舒服啊 然後猛男邱尼好像換了一個眼睛沒有看鏡頭的照片 我覺得新加坡先鋒這個 趕快下一隊就知道好不好 我快要被豆腐蹬到崩潰了 然後這個神劍LIFLE今天沒有登板 看到chowy解放大概神劍LIFLE就下板 OK好 然後 欸 喔 還要看到Katyn也消失了 因為豆腐回來 那麼今天這個陣容我覺得是新加坡先鋒的這個最強陣容 應該說是目前最強陣容不會過 只要chowy不要throw game 只要他不要throw game 那應該就是新加坡先鋒的最強陣容 好 緊接著來看一下瑪尼拉獵鷹今天晚上的選手名單 瑪尼拉獵鷹究竟彪哥啊 你什麼時候才要回來啊 那今天仍然是Ghost打一個support的位置 彪哥該不會也去日本了吧 對 那你說那個下路打很好的VYY也沒有上場 今天是換了一位新選手就是這個是 Morpheus Morpheus Morpheus就是 有沒有看過駭客任務 那個黑人老大就叫Morpheus 對對對 那Morpheus我只想到莫菲特而已 Morpheus Morpheus 好 那我們來看他是不是會出Morpheus 怎麼可能 A.D.Carry 好 玩A.D.Carry出Morpheus 怎麼可能 好 以上就是馬尼拉獵鷹隊的選手名單 那我覺得這個 新加坡先鋒今天是猛男chowy 大家是不是到底有沒有看過那個單手福利挺身的影片 因為好像很多玩家還是沒有看的 我前兩天在粉絲團上有看到玩家在問 然後我就把那個影片貼到我粉絲團上面 對 就是他這個邱維的選手 他一出現那個肌肉真的六塊八塊肌 那你就算了 後面就單手福利挺身給你看 那個肌肉真的很大塊 打電腦需要這麼大塊的肌肉 那你摔滑鼠的時候 滑鼠其實不是被你摔的 那你跟他throw game的時候摔滑鼠 摔的 原來如此啊 因為長得特別壯 所以throw game的力道也特別大 好 那馬上來看到這一場 新加坡先鋒對上馬尼拉獵鷹 首先在ban角的部分呢 新加坡先鋒是秒ban了利命跟寇格摩 然後呢 在馬尼拉獵鷹這邊是秒ban李鑫 現在正在做第二個選擇 我就覺得ban掉新加坡先鋒的李鑫是非常應該 極端應該 然後呢他們應該會讓 想辦法讓chowy玩酷騎 對 那因為他上次那個 把一場贏的遊戲丟掉 就是因為他玩酷騎 那應該會果斷讓他玩酷騎 對 那因為李鑫這個地方 其實是哈利路亞最擅長的一個角色 那哈利路亞這位選手我覺得是 應該是還蠻 因為太年輕的原因 就是玩心特別重 他就是他的確是非常厲害 就是可以把對方殺得還好 但是都也會做一些蠻 就是挑釁的感覺 挑釁的事情 尤其是他的打法其實就也不像說 一般的我們就是 所以文文打擊 就是一直衝進去死 一直衝進去死都沒關係 反正他死的 他得跟你交換 對 他死的話你一定也會死 所以至少到現在的時候 他的打法都是非常攻擊性 所以說 如果被他選手理性的話 我覺得就是靠這種很快的速度 讓他不容易死的狀況底下 就會讓他在前中期發揮很大的效果 好 那我們看到呢 瑪莉亞烈靈這邊最後一個banban掉的是阿里 然後FP的部分呢 新加坡先鋒著馬上選擇了摩甘娜 摩甘娜 那摩甘娜這隻角色的好用 我想應該已經是無庸置疑 然後最近這個 各位觀眾朋友應該常看 台瓣殺新的比賽的話 那我想我不需要多介紹 摩甘娜到底有多強 他那個spell是開玩笑的吧 應該是開玩笑 從來沒有人看到 那個眼睛自從我就是一個 那個patch之後出現 第一天有這個眼睛出現之後 第二天就沒有這個東西出現 完全沒有人要用他 這個是 我覺得是改的蠻失敗的一個地方 對 因為 不過他之前是跟那個 旗子也沒有比較好啊 旗子也沒有比較好 士氣的前身是那個戰旗 然後戰旗也是一個沒人要用的東西 那士氣 其實我是覺得他怕把他改太強 所以在改的時候 我覺得改得相當的保守 那實際上因為這一招很容易 時間不是很長 容易吃一個CC就結束了 那如果一樣是帶一個召喚技能的話 你乾脆就點燃把這方點死吧 老實說這招 放完以後法師也頂多就是丟一套嘛 那個提高的AP到你法師丟一套 還有攻速 對 法師提高攻速 但是法師攻速就是沒有什麼用的感應 就是他想...我覺得他真的想一看想要做說 讓ADAP都可以用 但沒想到 反而就是兩邊沒有人要用 因為一個只需要AP 另外一個只需要攻速的狀態底下 倒不如他的效益沒有比點燃還要好 搞不好有些特殊的角色可以用到 不過目前為止我現在還沒有特別想到 那歡迎你 菲斯之前是有人有這種流派 因為他手APS流 是是是APS都有機會 但是結果大家還是覺得 電燃可能比較好殺人 但是結論上還是這個樣子 我今天受傷的地方傷疤很癢 他好像沒有鏡頭 因為我真的覺得好癢 那應該是犯人還沒有抓到 所以我的傷口一直在癢 走一個那個飛春拔刀在流 怨恨還沒有消失 我的傷口就不會好 好 那在選角的部分 不好意思 最近好像聊天有點... 越聊越多 在選角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馬尼亞獵鷹的選角其實是很有意思 因為我看到卡爾瑟斯跟蒙多 然後一路下來 然後走到... 後面這個 衛爾加特配... 塔利克比較沒有那麼... 比較... 平常比較少見 對 就比較像是 台北安殺星上次這個... 逆... 逆EU這個打法 就是把對方在上面 非常打爆 發現效果非常好 那如果可能是... 有看到這樣比賽之後 會不會是採用同樣的方法 如法炮製也說不定 對 但是... 應該說這樣的話就是... 看到底能夠在線上玩多久 因為衛爾加特的... 魔號啊 魔號基本上來說 如果你非常常用這個... 酸彈加上飛彈... 飛彈... 的話呢 其實魔號上面來講 是比較重一點 比較重一點 而且關鍵的時刻 你非常需要那一個大絕 所以你在... 魔量上面來講 一定是要... 控制一下 好... 如果沒有索拉卡在身邊的話 但是當然一個塔利克之後呢 在... 這個... 擊殺方面呢 應該是更有希望 更有希望 那麼... 新加坡先鋒是已經先選了他們的... 珍娜加上... 葛雷夫 那麼我個人認為 珍娜加上葛雷夫呢 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下路組合 喔... 我的語調突然上揚 就代表場上發生奇怪的事情 這個... 蓋倫跟阿卡利是耍我的嗎 蓋倫難道也是耍我的嗎 可以不要這樣玩我嗎 那莫非... 這個... 是要打一個... 打野奴奴嗎 這也是滿驚人的 那... 最後換成的史加納 果然是沒有鎖定 就當作沒看到 這代品的... 真言 真的不能隨便忘記 一不小心為了選手 現在隨便選一個東西 太過震驚的話呢 其實就混不下去 講半天之後發現馬上又換掉 然後道普就等到Lock in之後的那個30秒再講就好 結果... 最後我覺得新加坡先鋒這樣子的一個組合其實是... 滿... 正統的 然後剛才本來是... 沒錯... 感覺是要走一個滿離經叛道路線 結果... 到最後又走回非常正統的典型路線 那麼... 搭配上夜曲 對下路帶來的威脅 然後還有這個歐拉夫上路 如果... 打得好也就是說沒有被壓到的話呢 搭配歐拉夫 其實我覺得... 呃... 這後期的威力是非常驚人的 然後這個組合在中期跟後期的效果都不錯 中期跟後期的效果都蠻好 那... 瑪雅獵鷹這邊呢 中路用了... 更好要特別提防說就是... 摩甘娜跟夜曲搭配打中一波 死哥肯定撐不住 那麼下路有塔里克加上 烏爾加特也許不好殺 那你這樣的話 死哥面臨的壓力就更大 死哥面臨的壓力就更加的大 而且摩甘娜... 其實閃現直接大絕 如果你閃現交掉的話 摩甘娜就閃現大絕 直接打你一波 這個是... 肯定是會出人命 肯定是會出人命 哇...上路這邊 看到歐拉夫之後呢 打算果斷用凱爾來應對歐拉夫嘛 打算果斷用... 其實凱爾在上路... 嗯...好像... 凱爾應該是上路沒錯 凱爾在上路我覺得能發揮的效應 真的是非常的大 他其實可以提到一些很多的大男的部分 因為其實他只要光靠他的所謂的緩速 再加普攻 一直A的話 他其實那個所造成的傷害是 大男們要必須要近戰吃兵 是難以去抵擋的 更比方說他上六級的時候 有一個這個...很無敵的這個大絕 可以在塔下坦dive的時候 非常非常不錯的技能 只是他缺點就是說 在後面的會彈有點不像... 他沒有辦法向一些大男 直接衝到對方的後排 因為其實一衝過去的話 其實大家很容易就會把他抓住 當然他就是陷入兩單局面 我大絕到底要放自己 還是要放在隊友身上 因為你後期的時候 畢竟就是要先保AD 但是問題是現在的AD 又是一個很奇怪的 一個像烏爾加赫 不是正統的AD 那如果是像上一次TPA這樣打法的話 他就變成正統AD的話 那當然是保他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玩這種 跟...後面要把人家換出來的話 就變成說到底大絕要放在哪邊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好...那...我覺得 因為像凱爾這樣的角色 剛才那個應該是...他們說 有一個換角的BUG 所以他們應該要重開 那一樣是讀取三分鐘 那我覺得像凱爾這樣的角色 我們講說他其實是一個 蠻新興的上路 而且我覺得凱爾搭配卡爾瑟斯 是很恐怖的 因為卡爾瑟斯他會直接衝進敵陣裡面 然後衝進去以後 開始你圍憂他的時候呢 他會被開始丟大絕 對...所以在這個時候 卡爾瑟斯的輸出是會在... 延長他三秒不死的時間 那個輸出是非常強力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組合蠻好 好...這個組合首先在這個 蠻亞烈鷹這邊我今天當然是要這個 我蠻欣賞他這樣子的一個 中上路的搭配 那...新的就是說呢 面對Tofu這樣子一個高手的上路玩家 那他說凱爾的時候 到底可以跟Tofu的歐拉夫 對抗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們知道說 凱爾其實是蠻壓制腿短英雄的 那歐拉夫 活生生就是一個腿短英雄 對...活生生就是一個腿短英雄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的話 是否凱爾可以順利的 用他的Q加上一火焰劍一直刪他 讓讓歐拉夫無法晉升 因為歐拉夫他會丟斧頭還你 可是問題是說他還... 他還你的時候如果你也Q他 兩個人都一樣慢 其實你追不到他 他還是可以保持距離 打一下退一下打一下退一下 這個火焰劍那個是... 蠻誇張 因為他不像一般的近戰的這種攻擊 他其實... 他的普攻有點像是 比較遠一點點的那個感覺 就是你歐拉夫硬要跟他打的話 你就必須一定要在他面前 那在他面前 其實...你要面... 一對一對凱爾 他其實是最高興的一件事情 不過歐拉夫一對一的火力也蠻不錯齁 所以... 這兩個人 我覺得... 我記得應該是在於說 這個... 他們上六以後 這個兩人大絕怎麼放啦 兩人大絕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被Gank的時候到底會怎麼樣 因為被Gank的時候 如果說是這個... 如果說是Gank出來 然後說凱爾其實他非常缺乏 這個爆發性的逃生技能 也就是說他沒有位移技 他沒有位移技 然後也沒有一個正式的這個硬控場 所以換句話說 他被Gank的時候呢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一個角色 那如果說是遇到像這個... 夜曲這樣子的一個Gank角色 上來的時候帶一個恐懼的話 凱爾其實很難防 尤其開著大絕不防控場 凱爾大絕是完全不防控場 他... 雖然無敵但是吃任何的控場 還是會被關或者是... 你還是會被孔啊被關被定 這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說他被Gank的時候 到底能不能夠逃出生天 那歐拉夫反而還好 因為歐拉夫真的被Gank 就...上六以後真的被Gank 就開大絕跑掉嘛 那就算沒有的話 他其實斧頭先點滿的話 他斧頭丟你 他...你也可以先跑 對 他緩速其實可以造成對方很... 就是那個其實點高之後 被緩的那個效率是非常好 對 那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上路的對決啊 我覺得上路的對決 可能...當然Jungle的參與 是一個關鍵 再來選手的操作 我是比較信賴Tofu 因為... 其實瑪莉拉列英上路是Revenga 然後他的這個... 實力是...我覺得可能... 不如Tofu啦 然後Tofu的操作應該是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我想這場的... 上路的對決的話 我推測應該還是... 這個Tofu這邊... 機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機會比較高一點 那下路的話就是... 看說到底這個... 塔里克跟... 維加特的連段 他只要中個兩次 我想... 新加坡先鋒的下路 覺得有種不妙的感覺 對...因為其實... 我們還不太清楚 到底會不會有逆... 因為其實...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TFA... 我記得那一場也是覺得說... 那就是... 穩穩的打開下路 只是說要注意缺魔的狀況 但是因為... 後來他放到上面去發現... 他只要... 一壓回去... 壓死人... 沒魔沒關係... 我回家買一買又出來... 再...再把你打死 就是說... 如果真的是要玩這種... 這種東西的話... 我真的覺得說... 這樣子的組合在上路 會造成對方非常大的一個威脅性 對... 那就考驗新加坡先鋒隊的應變能力 好... 由於比賽他們剛才重開game的關係呢... 讀取的時間中間會比較長一點 那... 比較長一點的話... 我們剛才已經分析了差不多了 這邊就... 切個廣告 然後進個廣告 遊戲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馬上再開始我們的轉播 先進個廣告休息一下 中一個級別的動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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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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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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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放Q的時候連到還會發個咕 是啊我完全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昨天晚上那場比賽我們看最後面那個 昨天晚上那場比賽大家如果有看第三盤的地方就是TT打GTS 其實GTS中路他簡直是練了零波微波 他一個魔鬥凱撒可以用走位連續閃過六發卡爾斯的Q 喔這我辦不到 我覺得很難因為那個Q其實還沒有那麼難中 老實說你可以連閃六發就在那個極限範圍裡面走過來又走過去 走過來又走過去然後就閃了六發 我覺得呢挺帥的 好這邊看到的是新加坡先鋒呢 料到對方要逆EU的感覺 然後果斷逆EU 我覺得就是上一次TPA這樣打出之後發現說這個組合真的是太恐怖了 所以就直接就猜對方是逆EU 那果然沒錯馬來亞列印就是要搞這個逆EU 所以發現他一搞好像就又沒有差的感覺就變成說 下路這個地方可能吃龍的部分會對於Jango來說會比較吃重 但是另外一方面因為下面只有一個人那就代表說他可以自己偷的機會又大幅上升 對 好那其實我覺得我想這個情報應該是來自於說塔里克看到 對那個新加坡先鋒看到塔里克是一開始就在河道上上了河道很差了一隻眼睛 好也取了這一個GANK 好黃昏渠道然後就要一個閃現維持恐慶 插一下 打死了沒有問題 歐拉夫的斧頭進來就是撿到了這一個First Blood 那麼FB在遊戲開始2分50秒的時候就發生了好快的一個速度 新加坡先鋒隊迅速取下First Blood之後呢馬上拉開經濟上7千塊的領先速度非常的快 七百塊 我想說七千塊三分 算數有問題 好美金 那剛剛其實我覺得那個亥瑞阿比較就是就厲害的地方在你 他其實一出去他沒有直接丟這個所謂的恐懼 他是等到開了Flash之後跟著Flash再接恐懼 就是保證他的恐懼一定可以命中 讓後面的歐拉夫可以接著過來去做攻擊 然後再加上後面的一個虛弱 就是變成說很容易取得這個風 因為剛剛其實已經很快要接近塔的位置了 他們就是能坦到一下就可以把對方殺死 我覺得就是在這種一開始的等級 像這個可能就是比較有點悲劇的 但是他那個酸彈好像感覺酸彈是中了 但是為什麼後面那個追蹤飛彈沒有丟來他身上 不然他應該是會大爆血才對 這個肌肉很猛的 Chowy現在來對抗瑪亞烈衣的下路主 哎唷哪裡怪怪為什麼Rivengar是打AD Rivengar是打AD然後Ghost是打Support 他怎麼好像跟賽者講的都不一樣 然後那個新人Morphis是打了一個下路 打了一個下路 就是逆EU的原本的上路 他就打下了 怎麼Rivengar在打AD啊 哪裡真的是怪怪的 對而且我們剛剛看到Rivengar的這個Rivengar好像也沒有說很 積極進攻的感覺 他其實剛剛也不是說有魔的時候就直接放 就是雖然說 但是我覺得以現在格雷夫打這麼壓的狀況 你可以身上在減兵的時候 應該那個酸彈是蠻容易去命中 對我也覺得因為對方減兵的時候 一種都是停滯 然後這個他這次的好強啊 是沒中 不然的話其實 夜群應該就會被猛多一聲追上來爆打一個 我覺得有時候 我感覺 烏爾加特這裡壓的是比較放鬆的點 我覺得 即使對方是格雷夫這樣子的強勢角 但是你應該有機會還是應該要試著騷擾對方 莫非是因為 真的有魔力上的考量 真的啊 他已經半魔了 其實控魔上的考量導致他是完全被推在塔下 那我覺得這樣子有點 有點好 然後在這個時候分彈命中 然後飛彈 飛彈 再一個飛彈 然後魔藥 乾啊 對 這 這有 這有些被 這一個空Q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摩拉夫呢 已經順利的 把兵線控制在這個地方 那 現在塔還沒有碰到 但是兵線非常的過來 我覺得這樣子 還有非常不好擋 對 因為其實剛剛閃性用掉之後 大家把他也是插在自己家裡 草叢這個非常近的地方 這樣對於夜群過來直接 再用黃昏曲掉 大家追擊是很容易追到他 如果是插在三角草叢那個地方 或許還有機會可以跑掉 那更不如說上六級直接飛過來給你死 這種狀況是非常長發的 真的 不要說給你死這三個字 因為我有 我現在非常的脆弱 脆弱的長矛 我可以裝可愛嗎 脆弱的毛毛 啊毛毛好可憐 毛毛聽到給你死 你就不會有個緊張 這個時候 來Gank 葛雷夫 虛弱也套上去 但是虛弱已經結束了 摩甘娜套 給他一個盾 我覺得傷害有點不夠 摩甘娜 傳送過來 閃現捏一個大絕 斷掉 但是塔里克還有 塔里克在這邊被牽到 加上一個黑水 順利在草叢裡面擊殺掉了塔里克 我覺得這個Gank 是失敗的 最主要是說 留不住對方 然後被跑關放 喔 凱爾同一擊被擊殺過後 我覺得就過著一個非常暗淡的日子 對 這個是要直接從塔去Dive 他往後面其實是要追後面的 握甘娜 他因為沒有魔力只能往後走 他閃現不焦的話 就閃現焦了就是 喔焦還是恐怖起來 但是 萌多醫生 你為何要坐在塔 打不到人的地方 對 在塔的攻擊範圍外 跟 可雷夫來作戰 當然是 有條 開完這次大絕 蹲告結束了 可是最喘 蹲沒了 蹲 蹲結束了 我本來是絕對說 他有套一個盾 可能還熬得過去 結果 這麼一個盾套的時機 不是很巧妙 就是說 因為 葛雷夫走回塔下 珍娜可能好心想說 你在塔下 會不會被塔打呢 會給你一個盾 但是塔根本在打小兵 對 沒錯 所以 這個盾結束了以後 卡拉瑟是大絕砰一下的 然後 葛雷夫在這邊 是被拿下的人頭 卡拉瑟是 起碼是賺回了一點點 但是 仍然你可以看到 新加坡先鋒隊已經 取下了一個 接近兩千塊的領先 那按照 新加坡先鋒的 這一個風格 應該就要一路衝下去 把這個拒絕球 一路推下坡的感覺 沒錯 這次是往上推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 一直跟個下面 這樣反而逆EU之後 那卡拉瑟其實是很喜歡去 搞這個 所謂上路的部分 那其實現在他變成說 如果是要換過來的話 把下面卡拉又殺死的話 那等於說 下面這邊這個龍 又要白白送給新加坡先鋒隊 好 因為其實像歐拉夫這樣子 一個比較爆衝型的角色呢 其實 卡拉本來就是 比較不好的問題 第一個是說 卡拉他比較需要跟你 慢慢消血換血 他不會一波打跟你死 因為為什麼 因為火焰鍵的意思 開一開火焰鍵就沒了 對 然後火焰鍵每日打開了 就很尷尬 所以他則是一波一波的跟你打 但是 歐拉夫不會一波一波跟你打 當他要打的時候 就是一波爆起 然後衝上來一波給你死 對 給你死 好害怕 好害怕 那他就會衝起來 一波一波 就要把你殺掉 所以 你看喔 現在歐拉夫不斷的在 控制冰線 這個是歐拉夫拿走好戲 歐拉夫拿走好戲 就是俗稱那個什麼 冰線學改改改改 V3.04.0 冰線學 0.4 啊 早晚有一天會出 他冰冰一直在0.4 那這樣控制 結果這個下子 葉子蹲9人之後呢 直接 上前 開始打凱爾 其實我覺得他跟歐拉夫這樣邪空作戰不是很好 可是歐拉夫給他一陣爆打以後 凱爾還是要死了 解已經沒有無敵了 在這個地方歐拉夫打下硬殺 非常強硬的解決掉了凱爾 但是要變成說這樣逆EU沒有成功的狀況底下 上路這邊再用普通的方法打是絕對沒有辦法打贏對面 因為其實 是二打二的狀態就沒有索拉卡的狀態底下 等於說 一要控摩的話 就變成說完全沒有辦法去抵擋對面這樣子 因為葛雷夫其實 隨便Q隨便 一開始的這種威力的能力 是比沒有摩德烏爾加的還要強 只要一個點就是說他已經取到一個上風 他已經取到這個地方其實草叢 算掉草叢地而已 我跟你講這一下子 沃爾加特大絕換了起來之後呢 給葛雷夫套上一個虛弱 整拿用大絕救場 看起來還是沒有逃出險境 葛雷夫在這個地方交了一個閃線之後呢 葉曲已經飛行進場 沃爾加特完全頂不住 而且摩格納已經衝到這個地方 摩格納這個大絕往上 卡住這兩個人 但是 呃 卡爾特斯大絕下來之後呢 仍然沒有擊殺掉 然後叫葛雷夫 而且葛雷夫還是把塔里克的命果取走 這一種的來說這一波的交換是一個 3比0的交換 對於新加坡先鋒來說好像有點太賺 對 因為可以發現一件事情說 只要當馬來亞烈印要做所謂的gank的時候 同時間這個葉曲跟摩格納 大概在浮到會戰開始浮到5秒之後 就會從這個下面這個跑出來 就變成其實新加坡先鋒隊的這個 呃 怎麼講 就團戰的意思 在一開始就非常好 那反觀就是馬來亞烈印這邊 雖然說卡爾莎是有大絕 但問題是他的到場時間真的是太晚了 那第一次 摩格納是用船的 然後那當然可以說 那就是他有傳送 我比較厲害 但問題是在第二次會戰的時候 已經是看到對方可能會來了 那摩格納就是意識到 就馬上意識到就往上走 對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重播 是首先換了葛雷夫之後呢 葛雷夫套上一個虛弱 可是我覺得在輸出方面呢 稍微有點不夠 而且珍娜這個大絕是吹的恰當好處 把摩托一聲隔開之後 葛雷夫好不容易逃出 升天賊一個時候 也許開大絕進場 然後葛雷夫的大絕塞過來呢 就已經成功解決掉了沃加特 這個時候啊念了大絕出來 可是為什麼塔里克要去單挑嘴 夫妮 塔里克身上掛了一個點燃 葛雷夫送他一個Q層 是你的狄殺現在 我們回來看一下現場的畫面 然後到了下路 偷富人在強壓凱爾 凱爾在這地方 pop了一個毫無意義的大絕 其實他不pop有可能被dive 但是問題是說你蒙多就在旁邊 蒙多是有機會幫你進行一個反殺 所以這個大絕我感到沒有必要 等這個歐拉夫子真的衝進卡下 待不再來開也差不多 對然後同時間因為卡爾瑟是回去了 摩根娜在下面這邊幫忙打龍 那我覺得這種可能就是應該是 被一樣的打架 所以這開大絕想要偷想要偷想要偷 想要偷想要偷 但是沒有得手 然後已經被關了起來 在這個地方 感覺就是要遭到擊殺 這一個閃線呢是閃得蠻好的 救了自己一命然後開啟大絕來逃跑 可是 卡爾瑟在這個地方 想要以賴卡爾瑟斯的幫忙 但是沒有成功 然後就直接遭到了摩根娜的擊殺 欸喔喔喔喔喔喔 烏有家人才上路默默的死 啊那麼摩根娜卡爾瑟斯 完全打不贏摩根娜 被摩根娜追到已經快到家的地方 然後在這邊遭到了擊殺 又是一個全面的崩潰喔 我覺得新加坡先鋒現在好像是 呃 攀登最強陣容的感覺 對 其實沙虹的眼也是 我覺得是 真的是 所謂小組配合配合非常好 不論是三人會戰 或是剛剛的這個 四人會戰或五人會戰 就是他們其實在一開始不到八分鐘的時候 就直接積極打這種會戰 完全不讓對面有長大的空間 對我覺得非常的積極 實際上來講也不只是積極喔 就是他們已經擁有優勢 對方來講 而且我覺得 瑪雅烈印也是投入的太 怎麼說呢 就有烈士的時候 不應該這樣子 all in啊 他這樣子all in一波 然後龍也沒了 人還死光之一 也非常慘 所以其實摩根娜 你讓他在12分鐘 觸到這個神雲魔藏 再加上魔穿血 幾乎是 對面你可以看 是完全沒有在 那個撐魔防的 等於說幾乎都被穿 穿到快沒有了 狀況底下 現在的 對現在我覺得 光第一段的打決 就可以造成非常大的傷 對然後這個Q沒有中 他中的話 卡爾斯應該又是 偶出幾十斤血 幾十兩血 幾十斤也太誇張 幾十斤 還這麼多血 而無謂加特的想要過來 默默的想要過來的時候呢 殊不知中路側邊的草叢 其實有眼 結果他被摩根娜塞了一顆 黑球加黑水之後呢 已經中傷到剩下三百點 摩根娜進來 一個追四個 欸欸欸欸 我覺得你也太得理 不饒人了吧 Darkness一個追四個 精彩的演出 我們在這個地方 三個人要來防守上塔 問題是摩根娜也到了 好 馬上我都不敢走 哇 這個這樣精彩的角度的Q 好 成功的把 摩多伊森關在草叢裡面之後呢 順利的下來擊殺 對而且 一看就知道現在 為什麼要打快攻的方式 因為其實 在贏這麼多狀 贏這麼多的狀況 比較上塔馬上推掉 那現在二塔我覺得也差不多了 因為其實上面一段非常大 喔喔喔喔喔 中間的這個 卡爾瑟斯呢 在塔下被 瘋狂dive了 大絕下來了 打不死 你看 他真的有傷害 他真的 兩百滴傷害 這個 卡爾瑟斯的大絕 就稍微有點沒威力 哇 我們看到 烏爾加特的薩弩已經被推到 是在 心靈塔前 而且葛雷夫在這個地方 二對三人啊 毫不畏懼的往前壓 好看來 這一個毫不畏懼的往前壓 一臉要付出代價的模樣 但是摩甘納這個時候 傳了進來唸了一個大絕 然後 蒙多伊森又要壯烈犧牲 蒙多伊森壯烈犧牲不算了 而且 葛雷夫還塞一個大絕 搶到了擊殺 那這葛雷夫 簡直是富貴險中球啊 你看到513 有夠誇張 而且IE都快出了 這一個黑球塞過去 沒關到 關到的話 我覺得烏爾加特的就要變成 改名叫做烏虎哀哉 來 我覺得烏爾加蠻悲慘的 想要壓對方 然後就被對方搞成這樣 哎喲啊 卡烏爾加了一個閃 交了一個閃線 然後幫自己製補之後呢 想要透過這個加速來追殺摩甘納 但是呢 反而被摩甘納反身塞一個黑球 加上一顆黑水 一坨黑水之後呢 在這邊就爆了1%的血量 然後追不到 所以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發現現在新加坡 現在在4打5 我覺得 然後15分鐘 等一下 報告已經是插謊 15分鐘1萬 打標 打標 我覺得他們今天可能要 打一個快攻啊 這個所有人一直狂壓 中上路就爆了 對 而且這樣放 其實放這個歐拉夫在上面 農他們4打5的這個 爐威已經是足夠了 歐拉夫直接就開始越塔 開始越塔 然後這一下就被追到了 喔喔喔 一個斧頭加上一個 真實傷害 這個劈雷啊 再加一個補攻 然後凱爾就變成一殺的 看起來像是一隻烤小鳥還是 看起來像是一隻烤小鳥還是 哇 這兩個翅膀 這有點悲劇啊 對 還蠻就是 這個戰術已經沒有成功 沒有到 crash是crash的這麼快速 其實在剛剛不到10分鐘的時候 其實已經全線崩潰 我覺得一來是新加坡先鋒一定是 有在做台北安殺星的功課 所以當他們這樣選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有提防的時候 會不會是 EU 然後再加上開場的地方呢 是全員衝上 我覺得是 哦 我加的閃線上來 然後距離沒有算對 沒有放到大絕 這個 就 就 就這樣嗎 你通常都是說 就這樣嗎 我通常都是說 就這樣 因為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哇 那 這也不是閃線中風 就是閃線距離算錯 閃線中風 還可以笑人家 對 因為閃線中風也還蠻歡樂 但是閃線距離算錯 我覺得有點不斷 因為我們以前看過好幾次那個 連續三個閃線撞牆 那是蠻有趣 還有那個 史加納的閃線中風 中風就是她 閃線上去以後 在大絕射程內 但是不知為何 大絕沒有放不出來 就是都說 哇 摩根納這樣子好痛 我們烏爾加特 這一場有一點瘦 有一點瘦 我們強烈要求 Riot原廠呢 開發這個 影響很肥的時候 會變胖 然後很瘦的時候 會變瘦的特異 哇 你看那個烏爾加特 還這麼大一次 他應該要瘦一點 都沒吃到 真的是很誇張 就是 現在17分鐘 只吸到71隻兵 然後說要出攻擊嗎 也不是 出防禦也不是 就總覺得就是一個 似不像的感覺 痾 你知道 17分鐘落後 1萬的話 欸我猜1萬4啦 1萬3 1萬3 那17分鐘落後 1萬3其實也不是 出什麼傷痕問題 那其實問題 我該拿 那你看 這個 等級上來講呢 是 你看中路的等級 是沒什麼差 但是上路的等級 很悲劇 好上路等級被壓兩隻 然後就 Jungle也被壓三級 然後 歐拉夫 虐殺 蒙多一聲 那麼蒙多一聲 交了一個閃線 然後又交了一個大絕 勉強逃出聲線 對 其實現在 其實新加坡先鋒隊 上塔已經打掉了 那雖然其實就是 派一隻去慢慢的輕 或兩隻 那剩下的隊員們 就在中間 跟大家跳 跳恰恰其實就是 一所謂的 現在這個狀態 還在練就是一直推一直推 一直推一直推 只能守到 應該是說自己的 堡壘前面 之前我覺得都應該都沒有辦法提到 我覺得大概兵營前是一個防守的點 那十八分十五秒 十八分十五秒 夜區這個時候 因為有視野的關係 各位看到 左邊有草叢 所以 看見了卡爾瑟斯來襲 那麼他馬上 念大 然後就直插卡爾瑟斯 那卡爾瑟斯交了一個閃線之後呢 也是勉強逃出 我怎麼 這場都一直看到 交了一個閃線 勉強逃出聲 聽好這句話都已經 講到有點爛了 對 剛剛我以為 葛雷不會去看到他 插眼就馬上過去 就是在給他轟一發之類的 好 那已經成功的破掉了 上下這邊的內塔 好 那這樣子就其實 馬雅列印有點疲於奔命 因為 新加坡先鋒的領先 已經到了一個 就是他們可以讓夜取自在的分推 然後其他四個人 對五個人 就毫無問題 還有機會可以擊殺人 因為其實現在 馬雅列印唯一 坦的摩托應生 我覺得也坦不太出來的感覺 就是剛剛看到 被摩甘娜這樣子 不然是被摩甘娜 關加黑水一輪 或者是說被葛雷夫這樣 隨便接個閃電 一套都是非常痛 這個 完全扛不住 因為他的裝備的關係 他現在是忍者鞋 然後搭配一個龜殼 跟一顆這個 這個什麼 燃燒寶石 可以 然後搭配這個 這三樣的裝備 其實他的坦力 已經非常低了 對 而且就是說 雖然說出血中 都過的是自己 但是以龜殼加這個 燃燒寶石的血量 其實也是遠遠不足 以現在這個攻擊來講 其實忍血 有點異味的 有點異味的問題 那因為其實 葛雷夫跟 歐拉夫都是非常 技能 導向的一種 就是說他的 技能佔了他傷害 相當大一個部分 那麼 你是不是忍者鞋 就 不知道啊 因為作用是很低的啊 那你說你要忍血 上面長得不防嗎 那也只能擋 葛雷夫啊 歐拉夫的真實傷害 你有擋不住 那所以就 意義就有點小 然後丟果然的傷害 也擋不住 然後摩甘娜的威脅 非常巨大的 總的來說我是覺得 贏了血 有點意味不明 對啊 同時間葛雷夫就到 上路去把上面 兵線推過去 那因為像 摩甘娜的推下路 百分線就是要 三路分推 那這樣子我覺得 以現在後線方隊 這樣真的是 絕對自己現在的狀態 是非常有信心 一個可以分到兩個人 去做上路 喔 烏爾迦可以換 夜群夜群 走不走的掉啊 夜群前面 交了一個閃千層啊 閃千上前放了一個大絕 摩甘娜順 摩甘娜 貼了魔進場啊 應該就是這邊 就要 大海跟雞雞啊 就是 塞了一個大絕進來 馬上就撿到 卡斯斯的陣頭 卡斯斯大絕 究竟可以打幾個 啊動啊一下喔 打了五六個 其實還很痛 因為他已經有 雙子掌加上一個 暴力魔掌加上一個 吞血 其實痛度是 稍微有 但是 隊友好像 就是因為 傷害其實打得很夠 阿夜群這個時候 開了大絕 你究竟要飛去哪裡 視野裡面已經 沒有任何人可以給他飛了 所以大絕就變成 就是單純的關燈 應該是 他在路上選手 本身自己的 玩性又起來 就說 下下 先下下 呵呵呵 先下下 好那 那順利的破掉了 中路兵役的卡 時間 21分15秒 十五秒 非常離譜 那在 18比1的 然後 還有 一萬九千塊 一萬九千塊是什麼鬼 哈哈 一萬九千塊到底是什麼鬼 這真的是 新的紀錄 二十二分鐘 兩萬塊 但是他在這1分鐘 你們要拼這個 一千多塊 就是比較難 所以他們在野區混蛋中 歐拉夫 衝了上去 摩托醫生 遭到了一個虛弱 然後這個時候呢 歐巴夫的蘇瑞亞 然後往前衝 神娜的旋風 吹中了凱爾 凱爾 凱爾在這邊 被歐拉夫用真是傷害的那個 劈雷一發解決 好一發解決 歐拉夫仍然在追擊 仍然在追擊 斧頭上去之後呢 撿起斧頭再給他一發 然後再劈雷 呃 治理的這道塔下 是擊殺掉了塔里克 但是自己被 我家在幻景圖寶 雙塔下加上 呃 死哥的甲警 是在這裡 找到了擊殺 那就是很拚啦 對 沒錯 那他這場也 不怕throw game 所以應該是一定在比誰kill 所以那歐拉夫是 劈雷狂 就是要 要跟格勒出來 劈雷 對 因為其實剛剛 其實就是 對方 但他們自己其他的那個 隊員都還沒有到場 我覺得就只是 要跟你二打三 二打四 反正打死就算了 反正也不會怎麼樣 對 反正 被打死好像也不會被逆轉 所以他也有點無所謂 然後仍然是一萬八千塊 在 現在來到 二十三分鐘的地方 仍然是一萬八千塊 但是一直在打馬龍 囉 喔喔喔喔喔喔 打完馬龍之後呢 就會噴出一千五 所以呢 就 將要兩千兩萬 兩萬 OK 正式宣告 兩千兩萬 二十二分五十 五十秒 又創新紀錄啦 哇這真的是 專業創聯賽紀錄 打得非常狠 那我真的覺得 新加坡先鋒 就是打了一個非常狠的風格 手下不留情 但是也是因為 這樣子他們上次 才會玩到 throw game 對 沒錯 我覺得 就是因為你越狠 然後就是 那個狠是非常需要 怎麼說就是 士氣上的配合 所以士氣非常旺的時候呢 就是一路衝下去 衝打 反正我就是要揍死你就對 那上次那一個 上次那一個 chowy的失誤 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 氛圍下打出來 一個失誤 其實 總的來說我覺得 是一個蠻容易 不小心就犯的失誤喔 我並不會太苛責他 但是 就是 失誤的那是失誤就對了 對 讓大家笑一笑 拍個影片罵一下 笑一笑拍個影片罵一下 他還是一樣是職業選手 而且不可否認 他實力還是很好 對 那是 喔 夜曲 開大直插進去 直插猛多一聲 恐懛多一聲 喔 黑球塞了進來 關注了卡拉斯斯 但是 新加坡先鋒隊並沒有 繼續衝到去 對 因為其實剛剛 摩桿塔是在外面的 他不是在裡面 我就是說 你剛剛閃現的話 閃現是有的 那應該是想說 其實現在只要推塔 推移密之後 小兵再繼續打的話 讓摩桿塔開到比較多 開到多一點人的話 我覺得就是 會比較好一點 無所謂 我感到 新加坡先鋒應該是 想要call game 然後想要讓遊戲 就是 要再稍微帶一下 小兵才有辦法 來打出把雙塔 接近對方的 卡拉斯斯的 區域防禦性能不錯 然後再讓 為了加特會保養 換進去 其實是這個主堡雙塔 應該是多帶一點 兵才好打 不然的話還是很容易 被對方守護 好這邊已經是在 硬扛 硬扛下路兵 所以 人流扛一扛 結果是 人流扛一扛 還是瘦的 但是問題是 但是問題是 新加坡先鋒的 清兵技術 把雅力來得快 所以說他還是有機會 早就推進來 之後就可以摸塔 而且 夜取位 什麼在那個地方 然後 摩根納也進去了 而且摩根納這個大決定 要兩個人 卡拉斯斯 慘招秒殺 然後卡拉斯斯 唱起了大決 懂嗎 一下子 好像也還好 好像也還好 那這一下 新加坡先鋒隊又是 無人損傷 換掉對方三個 又要開始 Dive溫泉 然後 Chowy打到了Legendary 但是 Tofu在打這個塔內的人 那時候呢 是遭到擊殺 但是我覺得是 Tofu被賣啦 因為 柯根可能是在聘誰救 我覺得是 Tofu被賣 而且是 真的是賣給 被Chowy賣掉 因為Chowy還搶到那個擊殺 現在其實就是 應該 就我們新加坡先鋒 他們要怎麼打都不說 我已經有一個比較緊急的 他果然呢 所以就是 驅毀了 主堡 然後結束了這場比賽 高速的Core Game 然後 Ruby被給他怒跳 哈哈哈哈 不能怪他 是我 我也是 有點不在意 怒跳 對 因為其實被打得有點 有點慘 當然還是 恭喜新加坡先鋒隊 好 要順利的取得一隻 我覺得新加坡先鋒隊的風格 應該要打出來 因為我覺得新加坡先鋒隊 在培養四起 因為他明天晚上要打太白安西 對 但是他就是 現在的士氣高一點 而且 據說這一次 新加坡先鋒隊是 不甘示弱 他們也放話 他們也放話說 我們偷服回來 然後Chowy上場 我們也要給你們一半 哈哈哈哈 據說是這樣 對據說是這樣 那有沒有錄製影片 我就不知道 因為上次那個 上次TWYZ這樣講的時候 是有影片的 大家是看得到的 新加坡也聽得懂中文 新加坡先鋒隊 我據說他們放話 我今天是真的 他接到消息的時候 警察官方先鋒隊放話 所以他們以一個萬全的狀態 然後今天這場 我覺得是打一個士氣場 就是說 士氣旺眼 所以明天要來 再跟TPS 第三度的再聯賽 第三度的交手 那用一個這個萬全的陣容 要來面對台北暗殺性 我覺得明天晚上 一定是一個非常精彩的賽事 對 想必Chowy明天 一定不會再 在這個 在這個 他在Program 我覺得不是關緊閉 兩個禮拜可以了事 我覺得那實在太離譜了 因為他罰他什麼 單手倒立福利 整個人倒過來 然後對地板福利 然後那個 只有在漫畫裡面 看得到訓練方式 他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他也不需要 這種英雄聯盟打敗 他衝過來用一隻手 就可以把TPS打爆 因為我們看到絕對的王 那個史丹利 躺在前面 對 如果他真的可以 單手倒立福利挺身的話 那這個 上路帝王史丹利的體重 說不定對他來說 也是小事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積分板 但是這個積分板就長這樣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我每次看這種積分板 我也不知道要分析什麼東西 你看一下這個 瑪莉亞獵 其實是 在裝備上來講 都出不太出來 可是真的 真的 真娜 反觀新加坡先鋒隊非常有錢 真娜 這邊不斷出了蘇瑞亞 而且甚至還可以出這個 加護盾的玩意 大家都出出來 這其實真的要很有錢才辦得到 然後你看在 瑪雅獵鷹這邊的話 真的是平均有點窮 除了卡爾瑟斯 在中路賺得比較多一點 而且有199隻兵之外 其他的隊員都是5000 上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平均比較悲劇一點的場次 尤其是逆EU的上路 也就是烏爾加特跟塔里克 是徹底的被打爆了 那蒙多醫生就不用講了 因為他其實一直都沒有取得優勢 他的裝備也非常的平弱 所以 06-11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反擊能力 我覺得這場大概就這樣 好像是一個新加坡先鋒隊 打得非常狠 我覺得這麼狠的感覺好像 打小欸 有點想安慰一下嗎 壓力 因為 我覺得純粹是被這個 新加坡先鋒隊超旺盛的士氣 跟人家在祭祈 這個通常都是我們在打戰 遇到對面是TPA的時候 好吧 然後我就被TPA打爆 對 我們五個人把TOYS殺一次 我們就投降了吧 就不要 重大的勝利 重大的勝利就夠了 殺到TOYS了 我回去 搶100年 對不對 跳給 哈哈哈哈 沒錯 但是這個是比賽不能挑幹 哈哈哈哈 好那 這場比賽大概就 這邊 然後 恭喜新加坡先鋒隊獲得勝利 那麼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進個廣告 等一下馬上回來看第二局的賽事 只有台北安殺星對上西貢小手隊 稍微休息一下進個廣告 比賽馬上回來